主日信息的感染部分 一毛牧師對比舊約先知薩加利亞 以及新約使徒約翰所見的異象 兩者都是講述末後日子 世界將要結束的時候 世人將會面對最大的艱難 然而 這種史無前例級數的災難 它會成為神素組辛苦出現的最後舞台 現在 就讓我們對比薩加利亞書及啟時錄的章節 比較兩個異象相似的地方 第一,先知薩加利亞所見的異象 一開始是見到一卷飛行的書卷 薩加利亞書,五章一至二節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一飛行的書卷 他問我說,你看見什麼? 我回答說,我看見一飛行的書卷 長二十走,寬十走 因為是代表天上皇道十二宮的軌道 所以是一本飛行的書卷 同樣啟示錄第五章 約翰則見到一卷封嚴的書卷 啟示錄五章一至二節 我看見座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 裏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 有Sir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啟示錄這個書卷的七印打開之後 就出現代表天上星獸的四馬 因此,這個同樣是關於星獸的書卷 第二,薩加利亞書提及這個是一卷審判世人的書卷 薩加利亞書五章三至四節 他對我說 這時發出行在遍地上的就座 凡偷視的邊岸卷上這面的話除滅 凡起假細的邊岸卷上那面的話除滅 萬鈞之爺和話說 我必是這書卷出去 進入偷視人的家和指我明起假細人的家 必常在他家裡 連房屋帶木石都毀滅了 同樣,啟示錄亦提及這個是一卷審判世人的書卷 當封印著書卷的七印一打開 就會出現啟示錄第六章開始 各種連連不斷的國際性審判 第三,經文中 薩加利亞書亦提及巴比倫大淫婦的出現 薩加利亞書五章七至十一節 我見有一片圓圓被舉起來 這載在梁氣中的是個婦人 天使說,這是罪惡 他就把婦人振在梁氣中 將那片圓圓振在梁氣的口上 我又舉目觀看 見有兩個婦人出來 在他們翅膀中有風,飛得甚快 翅膀如同官鳥的翅膀 他們將梁氣抬起來 圓在天地中間 我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 他們要將梁氣抬到哪裏去呢? 他對我說 要往士拿地去,為他蓋造房屋 等房屋齊備,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經文提及這位代表罪惡的婦人 被放在容器裡面用圓蓋上 被有翅膀的婦人抬到士拿地去 士拿地也就是巴比倫 所以,這一名婦人就是代表罪惡的巴比倫任婦 其後也提到在士拿地為她建造房屋 即是她會在士拿居住 然後就被封閉起來 等候指定時間 即是到達末時才走上這個歷史舞台 同樣,啟示六十七章也提及巴比倫大淫婦 啟示六十七章一至六節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來對我說 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自給離看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學醉了他淫亂的酒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 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珠紅色的手上 那手有七頭十角,片體有蝕足的名號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珠紅色的衣服 用金紙,寶石,珍珠為裝飾 手拿金杯,杯中聖滿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亂的烏衛 在他額上有名號寫著說 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武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 當我們整合薩加利亞和約翰的異象 就能夠理解誰是巴比倫大淫婦 答案就是歷代歷世中 這群力氣臣,偏行紀錄的淫婦教會 他們本是屬臣的申婦 卻以世界為有,成為杯半臣的淫婦 因為啟示錄提及,坐在種水上的大淫婦 種水就是代表世界的各族,各方,各民 並且這些淫婦會建造房屋 就是指歷史上,教會常常著重於建築物 追求平安穩妥的生活 甚至到了一個階段,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繼續沉著在世界的止序金迷 不惜迫白下一代復興中 神呆領的聖徒,喝醉聖徒的血 他們更會集中攻擊最末後的復興 因為他們希望永遠與世界為有,平安穩妥 對於這些淫婦教會而言 不斷提及末世,預備,警醒及悔改的申婦教會 就是他們最痛恨的復興,這就是啟示錄所緬繪的景象 第四,到了薩加利亞書第六章 才知薩加利亞繼續分享這個末世的異象 見到四架馬車出來,就是代表天上的四峰 薩加利亞書六章一節三節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四輛車從兩山中間出來 那山是同山 第一輛車套著紅馬,第二輛車套著黑馬 第三輛車套著白馬,第四輛車套著有班點的壯馬 這四馬車,正正在對比啟示錄當中 揭開七印所釋放,帶來各種災難的四馬,即地的四峰 啟示錄六章一至八節 我看見高揚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 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 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 並有冠面刺給他,他便出來,聲了又要勝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拳柄吸了那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刺給他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雷拿著天平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千銀子賣一聲墨子 一千銀子賣三聲大墨,又禍酒不何造突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命之叫作死 陰虎也隨著他,有拳柄刺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飢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日和牧師分析,原來先知薩加利亞及使徒約翰所見的異象,都與聲手有密切關聯 薩加利亞所見的四馬車,就是天上聲手所行的軌跡 因為古代神話中,都會用馬車代表太陽和月亮的軌跡 而約翰所見的四馬,就是天上四隻馬的星座 包括代表白馬的蛇手座,紅馬的獨角獸座,黑馬的半人馬座,以及灰馬的天馬座 地的四風,就是將天上發生的事倒映在地球 因為馬車代表天上王到十二宮的軌跡 而馬,在人類發明汽車前,一直都是非常重要 不論載人或者載貨,都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然而,當火車發明之後,就取代馬車成為現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雖然火車已經發明了200年,但中國已烏到英國倫敦的載貨火車路線開通的時候 仍然能夠成為今個月最大的新聞 由此可見,火車對於世界性運輸的重要性 因此,神同仰二榮耀列車代表這套2012榮耀拍望信息 就是取代馬匹之後成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日華牧師亦分析,這兩段書卷在這幾千年間也一直封嚴著 直至教會得到啟示的時候才可以打開,就是展開七年大災難的審判 亦是神對教會最後的塑造 然而,到了今天,當這兩卷書一併被解釋的時候 正正讓我們知道,這兩卷書終於被教會打開 亦即是各種審判和災難,終於到了正式發生的時間 sea,我們出 Bye Bye by problèmes 11 Contact! 1 1 2 4 倍.. 7 5 5 10 10